这个的话就是把它做个变化 这个变化 所以 这一题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完成这三个 第一阶段我们先做中间这个部分 就是Listurview Listurview部分的话 首先我们逐一 逐步来看好了 基本上 我们怎么去完成的 我先把这个先删掉 其实这个都很简单 这个上面的部分也可以先删掉一下 这个这个地方 我们先做什么 先做Listurview 做完Listurview之后 再做Netbar 这个Listurview怎么做出来 基本上非常的简单 选取之后的话 第一步 Listurview本来 它不是Listurview 本来是一个超连结 我讲过那个超连结 你只是在这个地方 Data Law 加一个Listurview就可以了 因为你本来 超连结很小一个 你手要点都很难点 但是Listurview一整 一长条 你手随便点都点得到 所以第一步 请各位先做选取 把它选起来 对不对 第二步的话呢 就到那个标签 这个 这个标签四窗 然后找到什么 它叫Data Law Data Law里面的Listurview 就可以把它改成 这个Listurview了 所以这个部分你把它 Safe之后的话 本来它是一个超连结的 对不对 然后你这样 显示出来看一下 它就变成Data Law 第一步就完成了 对不对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要做成什么呢 做成那个 一个NetBar 加上小Icon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刚刚的部分 做完毕之后的话 那我们可以再来做NetBar NetBar 特别注意 我等于是复习上个礼拜的 还记得吧 第一步 游标放在标题的后方 第二步的话呢 切到什么版面 的这个 DIV 本来是这个 切到版面 第一按钮 插入DIV标签 直接按确定 它会出现 新增DIV标签 请放在这里 那我们就把什么 把这个地方的这些东西 复制起来 Ctrl C 然后直接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黑色的字 把它盖上去就可以了 盖上去 盖上去之后的话 请各位 记得就是说盖上去之后的话 第一个请你把 它原来这边有个DataRaw 这个要把它删掉 如果你不删掉会变怪怪的 它会有个箭头出现 这个一定要把它删掉 如果你不删掉的话 它会有问题 先把它删掉 把它删掉 按Enter 这个一定要删 然后第2个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个标签 这个DIV上面 那DIV特别注意是 这个范围 这个是一个DIV 有没有 那DIV呢 就是插入这个范围 那记得游标放上 在红色的框框 点一下 它就是这个范围 然后你找到什么 DataRaw 也是DataRaw 然后呢 选择什么呢 选择那个叫 NetBar NetBar 这样就可以了 OK 这个比较繁琐一些些 NetBar 导览列的部分 比较繁琐 那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 你刚才说要参调那个 ListView 是选哪边 选 因为ListView是选里面的字 然后NetBar是选外面的框框 OK 所以因为我们是从下面这边贴上来的嘛 它本来又有个ListView 对不对 那会 会有问题 所以贴过来的话 要把它先 先把上面这个 这个先把它拿掉 所以如果说你要同时做两个的话 你干脆怎么样 就先复制上去 你先不要做ListView也可以啦 这个我想可以做一个变通 然后呢 这边 上面 就没有ListView 没有ListView 然后再把这个DIV 点一下 然后呢 增加什么 增加一个NetBar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试试看 这边的话 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样就已经完成了 完成之后把它save save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直接浏览一下 再预览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有没有 这边就可以了 但是还少什么呢 少那个小的icon 就是小小的一个icon 小的缩图嘛 对不对 那个icon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逐一的加上去 那这个部分 其实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说 我云端白板上面 也有放那个上个礼拜的 是10 App设计里面的云端白板 里面 也有一个App的考生 其实刚刚的那个 怎么样去做 做那个 导览列 这边也有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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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图 1 2 3 4 5 就几个动作 所以我就绕一圈 大概就这样 记得最后要把那个 List View的部分拿掉就可以了 记得选取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个选取框框 好 那另外 我们上个礼拜的部分 图的部分 上面的icon 怎么做出来了 那icon 上面有这些icon 就是小说图 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那个每一个 导览列上方 要出现什么 出现小说图的话 那我们可以参考这些 这些 第一个是 因为他只有提供这些啦 所以没有别的 除非你自己在画那个小icon 你可以用Photoshop去画 但是 这个图 在我云端上面也有啦 各位 那我们可以 把它加上 加的方式非常简单 有必要放在这个项目 对不对 找到什么呢 叫做Data Icon的一个 Data Icon Data Icon 往上折 有没有看到 Data Icon 在这里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呢 在 第一个先选它 因为我要针对它 第二个是选什么 Data Icon 那你给它一个icon 比如说它的机场 因为最好是一个飞机 但是这里面没有没有飞机的话 我们找一个接近的 找一个很像飞机的东西的话 很难 没关系随便找一个 找一个齿轮好了 OK Gear是齿轮 那南辽渔港的话 最好有一个 渔船 那这里如果没有渔船的话就选一个 选一个什么 选一个star好了 然后海 海餐瓶的话就是 选一个什么 没关系随便选一个check好了 那温泉的话 选一个star 类似有有图就先暂时先有图 把它save一下 那我们在浏览器中预览一下 预览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吗 上面就有这些图示出来了 那这些图示当然不是很恰当啦 不过你们可以在自己再去更改一下 所以将来这个地方就会出现有 List View 加上 导览列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哦 哦 你不想做了